27楼 对 这是27楼 27楼那个住户后开的门 它开哪了 开这儿的 以前这个边是那个一片桥 你看上面 它那是原来都是扣开的 以前这是一片桥 咱有照片 现在我都手里 看完了这个近在咫尺的门后 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从27楼进入了张先生家 但是张先生并不在家 屋内只有几个装修工人 那么现在我们到现在以后一看呢 确实是违背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的 第五条 第一项 第五条 第六条 还有第39条 此条款规定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 禁止未经原设计单位 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 提出设计方案 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装修人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 未经批准不得改变住宅外立面 在非承重墙上开门 那么我现在已经给他下了司令政策通知单 他业主啊 咱们没有联系上 我们会让这个物业公司啊 把这个司令政策转交给业主手里头 完了我们后期会跟踪看结果 通知单众要求张先生在15个工作日内 也就是2019年1月23日16点之前 将后建的门拆除 将墙体恢复原状 如果他要没拆除的话 我们就会依据住宅室内装修 管理规定办法 依法依规的强行拆除 我们下期再见